大宋丞相王安石 他是一名才华横溢的文人 年少成名 卓而不凡 一句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缘身在最高层 不仅是他名流青史 更涌叹出了他的鸿鸿大志 他是一名壮志难愁的政治家 虽两度霸相 但仍心系天下 一句墙角树枝梅 凌寒独自开 不仅以物言智 更盗尽了他的艰辛仕途 他就是王安石 一个褒贬不依 毁育参半的人 作为唐宋八大家中的重要成员 王安石被后人所热议的 并不仅仅在于文学 更在于政治 在于改革 在于变法 他生前未及人臣 以身续国 主持天下文明的西宁变法 立志造福于民 然而却功亏一篑 事败垂成 甚至被后人骂为 坚定误国 扣上了北宋王于王安石的帽子 那么王安石所主持的这场 本应立国立民 名垂史册的改革大业 最终为何会屡屡受阻 黯然落幕 本应和他同仇敌忾 共创伟业的文人默克 最终又为何同他分道扬镳 纵观王安石充满矛盾的传奇人生 他的是非成败 千秋功过 我们又该如何评说 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宋朝那些人和事 第八集 这个人物不一般 今天我们讲王安石 王安石是一个 在历史上非常有争议的人 捧他的人 就把他说成是 中国十一世纪的 伟大的改革家 而扁他的人呢 就把他说成是一个大魔鬼 大奸臣 比如说这个宋代以后的很多材料 都说北宋王与王安石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的人把他说成是天使 而有的人把他说成是魔鬼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 我就在想这个王安石 难道是一个有着双面性格的人吗 还是什么原因呢 后来我觉得 风喜一个人 要从他的青年 青少年的经历 来看起 这是从心理学的角度 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 与他青少年的经历 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 我们风喜王安石 不仅仅要看到 他是一个宰相 还要看到他青少年是个什么情况 所以我觉得 造成王安石评价争议这么大的原因呢 我们要回到他的青少年 王安石的青少年呢 实际上是一个草根 所以在王安石的性格当中就有两个 一个是大宰相 而他的类型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小草根 王安石的父亲王毅 虽然也是做官 但是做得非常小 到去世 职位还非常低 所以说王安石是一个草根 而让王安石更加悲催的是 19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而且他自己下面还有很多弟弟妹妹 也许在他父亲在的时候 他很看不起自己的父亲 一辈子就做了个小官 多么不成功 但是他的父亲一去世 他马上就感到天塌下来了 整个家庭 这么多弟弟妹妹的担子 就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他的心理压力非常大 压力一大 内心的反弹力就大 这个时候正好是他性格的形成期 所以我就想 这样就形成了他后来的 非常执着 甚至非常偏执 世事都是独断专行的 又听不进别人的话的 这样一个性格 所以我想父亲早逝的 这样一个经历 对他后来的影响是很大的 而且家里也比较穷 那么这个家里比较穷呢 也导致了他很多怪异的行为 你比如说 安石考中了进士 考中了进士以后 下去锻炼一段时间以后 按道理来说 他在皇帝的身边工作 很可能成为皇帝的亲信 很可能将来成为宰相 就是说成为皇帝的人 大家对这个职位都是去之入无 但是王安石就偏偏不去 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后来呢 很多人都推荐他到京城去做官 他都不去 大家都觉得王安石这个人太怪了 太奇怪了 你怎么会这么奇怪呢 搞得那些推荐他的人 欧阳修啊 这个韩琪啊 富弊啊 这些人都觉得这个很扫兴 我老是推荐你到京城做官 做美差你不去 那么为什么呢 有一次他被欧阳修逼急了 他就说了 哎呀 不是我不想去啊 我家里压力重啊 你想一想 京城米贵 京城的房价又那么高 我一大家子 我哪里养得起啊 我在地方上 还勉勉强强把他们养起来 欧阳修说 哦 原来这回事 好吧 我推荐你去一个好差事 去一个大型国喜工作 工资很高 所以王安石 在他青少年时期 最差的就是钱 很差钱又不能说出来 就养成王安石这个 沉默寡语的这样一个性格 后来和别人交往了 他也是沉默寡语 不怎么说话 这个也是造成很多人不理解他 他又不跟别人交流 王安石心理上有一点问题 通过王安石这个例子 我就想 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也有心理问题 我们整个社会 是吧 老师啊 各个方面的人士 都要关注着这样一起 在心理上有着困惑的人 主动地跟他交流 是吧 你想欧阳修也是跟他 那么深入地交流 最后才了解他内心里面的 一点点小秘密 那么王安石这种差钱的 这个生活经历 和非常重的生活压力 造成了他后来的 一系列的改革 一系列的心理 一系列的举动 都和他作为一个高官 作为一个宰相 这个不相符合的 也是大家不能够理解的 王安石后来做了宰相以后 他的儿媳妇 他弟弟肖公子 就去拜访他 那肯定是想 通过这种关系 能够在仕途上 得到一点提携 但是王安石好像 也没怎么跟他谈 到了吃饭时候 十二点了 怎么还没有做饭 到十二点半 上了两样东西一看 两块炊饼 又到了十二点四十五 又上了一个菜 一看 四块猪肉 这个肖公子就觉得 这个菜怎么这么少呢 会不会还有呢 后来又上了一大碗 叫菜根 也就是青菜粥 这个时候 王安石也上来了 一家人都坐上来吃饭了 这个肖公子 拿着这个筷子一看 怎么也吃不下去 他平时自己家的生活太好了 但是王安石吃得津津有味 他没办法 他只能把那个饼剥开 然后把里面的馅给吃了 肖公子 吃完馅以后 就把这个饼子 扔到了桌子上 王安石就拿起了饼子 继续吃 这个肖公子脸呢 就涨红了 非常惭愧 就退去了 再也不敢去王安石家了 通过这件事 我们可以看出几点 一个就是王安石 他虽然贵为宰相 但是他的内心世界 还是一个草根 他虽然贵为宰相 但是对这种顽固子弟 他内心里面 是非常瞧不起的 所以王安石 作为一个草根 这内心世界 他是仇富的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 王安石做了很多事情 别人都不理解 你为什么要跟这些 大商人过不去 你为什么要跟这些 大官僚过不去 你为什么要跟这些 皇亲国戚过不去 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其实他不是为了利益 而是他的内心世界 就有着这样一种 仇富的心理 所以当年皇帝问他 我们这个国库没有钱 怎么办呢 又不能向普通老百姓收税 王安石说了 不用增加老百姓的付税 就可以增加国库的收入 神宗说那怎么办 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有这样的好事 他说只要催肩病 向那些富商大股 向那些豪强权贵 向他们收税就行了 增加他们的税收就行了 神宗说原来是这个道理 所以呢 这个我们就可以回答 我们开头提出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王安石 大家对他评价反差那么大 他认为他一个大宰相 怎么会做那种事 就是他的内心世界 实际上是一个草根 他的很多决策 是他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 的影响形成 我想这个就是大家 对他的评价 一个天一个地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点原因呢 就是说我们要这个 走进王安石的生活经历 和他的性格 个性的这个形成当中 王安石性格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是一个孝子 那大家说了这个孝子 和他的性格有什么关系吗 你想一想别人就知道 你比如说包枕 包枕他是个孝子 他可以为了他父母 他考上进士以后 十年都不出去做官 所以孝子都是一些 有情怀的人 这个是正面的 但是同时他又很偏执 他又很坚守一些东西 他爱憎奋明 他觉得好的他就干 他觉得不好的坚决不干 所以你看包枕的那个性格 爱憎奋明 很多时候在边上看了很偏激 所以王安石他也有这样的个性 他有这样的特点 所以王安石的性格 我们说他是在无情和有情之间 他作为一个有情怀的人 他认为对的 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做 是吧 他认为错的 他怎么样他都不做 他对你会显得很无情 我们说他作为一个孝子 你看看 一个方面 他对他的祖母 非常的笑 这个欧阳修推荐他 做见官的时候 他说哎呀 我祖母连高啊 我还是要离家近一点 带着我的祖母生活 不好去京城去 后来呢 王安石的母亲去世了 王安石的母亲去世以后呢 王安石在家守孝 简直就是非常的悲伤啊 他每天他是从来不上床睡觉的 就在这个家里的客厅的地上 铺上一滩草 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 一边看书一边守孝 当你有一个朝廷的信差送信来 你看到地上坐了个老头 就说你把这个信交给你们家大人 没想到王安石拿了信 当场就拆开看了 这个信是大陆 怎么敢猜大人的信 后来家人说 这个就是王大人 所以大家都不敢相信 所以王安石在这个守孝期间 是挨回鼓励 所以王安石 就是在外人看来非常的无情 但是他的内心世界 又是非常的深情 就像包拯一样 就是这种无情和深情 也是造成别人对他不理解 了解他的人觉得他很深情 不了解的人觉得这个人太无情了 所以无情和深情之间 也许最深情处便无情 也许无情处是最深情 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走进王安石 更好地了解王安石的这个性格 更好地去解释对王安石的那种争议 我想这个是了解王安石性格的垫 按理说年少成名 又得到众多名人心上的王安石 在后来的变法中 理应人心所向高歌猛进 然而在实施过程中 却矛盾频出 最终甚至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又该如何看待 是人对王安石好烈的非议 第三点呢 我们说除了王安石是个宰相以外 他同时还是一个书生 大家想一想书生 什么叫书生 说得好听的话叫书生 说得不好听的话叫书呆子 为什么说王安石是个书生呢 王安石是个学霸呀 他高考是全国的第四名 你想一想有多厉害 那比很多省的状元厉害得多 全国的高考是第四名 那是个学霸 所以他在扬州做官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韩琪做长官 他做下面的下属 每天上班 王安石都急冲冲地赶进来上班 然后披头散发的 年也没洗干净 韩琪就很委婉地跟他说了 年轻人夜生活不要太多 要多看点书 对将来的发展是有利的 其实王安石是晚上看书 看到了三四点钟 然后就在沙发上瞇了一会 然后用毛巾随便擦了一把 就来上班了 但是王安石也不辩护 他只是说韩威公不知我 说韩琪老师不知道我 实际上韩琪说的是好话 是对他的一个关心 但是他也不去跟他沟通 就说我其实不是区业生活 我是在看书的 他不去辩解 他不去沟通 这个与我们前面讲的王安石 青少年的经历 生活压力大 是吧 不喜欢和别人沟通 也与他作为一个书生 一个书呆子 不愿意跟别人沟通有关 说还有一次呢 皇帝呢在后花园 让大家都去钓鱼 那王安石肯定没时间钓鱼了 他是把别人钓鱼的时间 都用来看书 所以他一边看书呢 一边发现 这个桌上还有个点心 他就一边看书 一边吃这个点心 这个点心又香又脆的 一会儿说 吃饭了吃饭了 王安石说不是吃过了吗 吃饱了 别人说你吃什么 我吃了点心啊 他别人哈哈大笑 哎呀 你那个是钓鱼的鱼饵 你把它吃了 所以这个在江湖上 都传为笑话 说这个王安石 这个书呆子 很多人对王安石的评价 尤其是司马光 这个司马光跟王安石是政敌 但是他对王安石的评价 说是 你们要说王安石是个大奸臣 就过分了 他只是是一个书呆子 他对社会现实不太了解的 这个是当时社会上 对王安石的一个评价 就是说他是个书呆子 那么书呆子做的事就呆 那么意思是 你王安石做的那些改革 都是呆事 这个是王安石的一个性格特征 我们要认识王安石 走进王安石 就要知道他在 内心世界 他的本色实际上还是一个书生 后来到成年了 他实际上是个学者 那么他这个书生呢 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比较宅 因为别人用来交际的时间 他都用来看书了 所以交际的训练就很少 还比较宅兰 所以情商就比较低 我们大家想象一下 王安石改革 碰到了多大的压力 当时朝廷的几大集团 韩旗集团 富弊集团 欧阳修集团 都反对他 本来这些人都很看好 王安石的 都想跟王安石做朋友的 你比如说欧阳修和王安石 像欧阳修当时的文坛领袖 我们说评价一个人 青年的时候要向上 要向上看 要上镜 到了功成名就的时候 要向下看 为什么要向下看呢 就是要看看 有什么优秀的年轻人 要选才 认才 要推荐人才 他一看来 这个王安石非常优秀 于是就跟他的学生曾拱说了 你哪一天 你就请王安石 一起到我家来吃饭 我觉得王安石这个同学 这个非常好 将来是会成为当代的韩语 王安石接到了曾拱的邀请以后 就说我哪有时间去 再说我跟欧阳修老师的观点也不一样 所以王安石和欧阳修之间就形成矛盾了 欧阳修是一番好意 但是由于他这个情商太低了 就不理解欧阳修 不理解也就罢了 然后你在礼上往来上 长辈请你去吃饭 你就去一下呗 结果他又不去说我要看书 所以这样的话就导致呢 和欧阳修造成了矛盾 后来王安石的改革受到了很多的人的反对 其中欧阳修集团是很多人的 你比如说苏寻他的儿子苏氏苏哲 以及苏氏的学生苏门四学士 苏门六君子都反对王安石的改革 本来是可以稍微沟通一下 情商不用很高 情商就是中等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最后造成了这样的悲剧 双方互私搞了几十年 给改革事业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你比如韩琪他们也是对他很好的 但是他说你不知我 我懒得理你 然后还在朝廷中说 韩琪 欧阳修这些人都是老顽固 不行的 这都不懂经济的 你作为一个宰相 你建立统一战线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 按照我们现在来说的团队精神 合作的精神 情商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王安市有窒息 我想他的改革 不会碰到那么大的阻力的 还有像参加 亲历变法的那一帮人 像欧阳修 韩琪 富弊 这个窒息 他们本来也是想改革的 他们只是说主张节约 王安市也是要改革的 你是主张创收 本来矛盾不大 你团结他们就行了 你把他们都踢开了 一个人干 这个阻力多大 所以我想这个给我们今天 很多年轻人也很多启示 就是一个人再有能力 一个篱笆 三个庄 一个好汉 三个帮 要团结很多人 情商高一点 但我想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教育 包括家庭的教育 也是很重要 就是不能只看成绩 培养学生的时候 要培养沟通能力 不能仅仅培养书本的知识 培养一个宅栏 他这个将来在社会上工作上面 如果缺乏合作精神 团队精神 能力再高 阻力很大 人也会很痛苦 很受罪的 这个事业也会受到 很大的影响 这个我想实际上是 王安石的第三点 那么第四点呢 对王安石一个争议很大的 就是他一个耗力 说王安石这个人耗力 当时那些保守派 都是他们叫做我们耗义 王安石是耗力 所以这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 王安石高不高尚 那么王安石耗不耗力呢 我觉得王安石还是耗力的 你要说王安石不耗力 这个可能是帮他文过是非了 是吧 因为王安石你想 小时候他缺钱 所以钱对他是很重要的 后来呢 他生活在南京 王安石他父亲在南京工作 是吧 然后他这个几次都在南京工作 在南京工作的时间非常长 南京是一个商业化的城市 商业气氛非常浓厚 所以他的这个商业精神 对商业这个利益的认识 是非常透彻 他认为过去那种农业化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已经不行了 前面的那些皇帝 他们为什么那么缺钱呢 英宗 他们为什么缺钱呢 就是因为你只是收农业税 你说这个农民种地 种了十亩地 一抹地收个两三百斤 十抹地两三千斤 你收他个两三百斤税 他很心疼的 那你相反 商业很赚钱 而且宋代的商业 实际上是非常发达 他觉得他跟皇帝保证的 就是我们只要收商业税就行了 所以他把这个商人的利益 都抢来了 那这肯定是好利 在众人眼中 王安石不懂人情世故的性格特征 被贴上了独断专行 自视清高的标签 面对同样有变革之心的苏氏 韩奇等人 王安石本应拉拢 形成变法同盟 他却孤傲地全部踢开 独挑大梁 这使得本该一帆风顺的变法革新 处处碰壁 屡屡受阻 甚至最终使他背上了 与民争利的骂名 那么 为什么在王安石看来 利国利民的经济变革 会遭到大家的抵制反对 他与民争利的出发点 又是什么呢 王安石不仅仅是抢了商人的利 而且呢 有一点做得不太好 比如说以前收农业税的时候 这个户等呢 分为十等 上午等的呢 收税 下午等的呢 不收税 结果王安石一看 上午等的人呢 有很多都是做官的 这上午等只剩下两三等 而且这上午等的人 本来占全国的人口就不多 是吧 你比如说占一个百分之二三十吧 你再去掉一个百分之一二十 只剩下百分之十 你这个收税 为什么税越收越少 为什么在宋英宗的时候 全国亏欠了两千万两 就是每年这个都亏损两千万两 这个政府 所以他觉得你在农民那里收钱是不行的 要从这儿收钱 所以大家想一想 王安石收税 从上面 从宰相开始 皇亲国戚 大官僚 然后到大商人 然后到这个农民的上面的五等 然后到下面的五等 他也收了 这下面的五等收税 这个是很不好的 苏东坡啊 很多人来批判王安石 也就是你连下面五等都收税了 但是王安石觉得 这个下面五等呢 虽然收得不多 但是呢 基数大 他几乎要占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 那么王安石为什么要这么苛刻呢 他是为自己收税吗 其实不是 他是为皇帝收税吗 其实也不仅仅是 其实王安石心中有一个大的理想 大的情怀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孝子 他有个大的情怀 他的理想就是 恢复汉唐故地 说白了就是要打造像汉唐一样伟大的帝国 打造伟大的宋帝国 这个理想太大了 所以为了这个伟大的理想 他觉得每一个老百姓都有这个责任 都应该交一点点税 表达这样一份爱心 你这么高的情怀 是很多人不理解的 很多人觉得你这个王安石耗力 你确实耗力 你是为了这个情怀耗力 你也是耗力 那么王安石这个耗力呢 它在方法上叫催肩病 这个催肩病对不对呢 也就是所谓的劫富济贫 我们看宋朝的状况 宋朝的状况呢 民富 这个社会非常富裕 但是呢 叫做民富 国不强 民富也国不强 就是财富聚集在民间 但是他这个财富又不是说 聚集在普通的老百姓手上 而是在商人的手上 所以我们从第一点讲的 王安石这个草根 他的内心世界这种仇富 他就像那个桑红羊一样 桑红羊也是从商人家庭出身的 他就要拿商人开刀 汉代的桑红羊 他通过他的改革 让汉武帝 让魏清获取病这些人 长期的去攻打熏炉 不差粮草 不差钱 我们说大炮一响 黄金万两 那打烂木东连 这样有多少钱啊 这些钱哪里来啊 都是桑红羊帮他筹的 桑红羊的办法就是 向商人收税咯 收什么 铁税 盐税 酒税 商业税 通过这些税来支撑国强 所以大家说汉代强大 你说汉武帝的强 主要是靠富国强兵啊 你如果不能够富国 你不可能强兵的 所以他主要靠桑红羊的 这样一个改革 桑红羊从商人那里授钱 所以王安石呢 通过宋代城市人口 他住在南京是吧 发现南京商业这么繁华 那些大商人那么有钱 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个钱 存在民间 存在这些商人手上 我们的皇帝没有钱 我们的国家没有钱 我们不能够形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我们不能够再造伟大的宋朝 像伟大的汉朝 伟大的唐朝一样呢 所以他就去和商人争利 在这个争利这一点上 很多旧的官僚对他是意见很大 说你与商人争利 与民争利 他不叫与商人争利 他说得很好听 叫与民争利 所以这个非常高大胜的理由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王安石他与商人争利 然后呢 把这个利益要集中到国家 集中到宋太祖讲的一个封装库 宋太祖设立这个封装库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为了北伐 就是为了收复 燕云十六州 收复汉唐故地 统一中国 完成这样一个大业的 但是王安石 我们说他这个情商不高 是吧 说他呢 这个不太喜欢说话 他不会到处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 以至于大家就误解了 你耗利 你跟谁都争利 你还说你不耗利 你能说得通吗 所以王安石耗利不耗利呢 我觉得确实是耗利 但是他内心里面 有着这样一个远大的情怀 在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中 本身性格就极为固执 喜欢唱反调的王安石 面对外在的反对 他实施心法的决心 反而更坚定 为达到国父民强的政治抱负 王安石用强硬的态度 大刀阔斧的时事改革 这也让他得到了一个 new相众的称号 那么这种执拗性格下隐藏的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 与众不同的王安石呢 请继续收看 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宋朝那些人和事 第八集 这个人物不一般 第五点呢 就是说王安石性格当中 最具有符号化的一个形象 就是六相公 这个人非常之溜 你叫他打狗 他必要去脸鸡 是吧 你叫他往东 他必要往西 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专门跟朝中的忠臣对着干 跟所有的人对着干 王安石是不是说 一个真正的六相公呢 或者换一句话说 王安石到底是直六 还是变通呢 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 因为王安石的形象 就是一个直六的 我们心目中的王安石形象 也是非常冷冷的 阴冷的 是吧 你说什么都把你否定了的 天变不作为 祖宗不作法 人云不足戏 什么都是否定的 这个确实是非常决绝的 非常叛律的一个形象 王安石在性格方面 确实是直六 但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 其实他是非常变通的一个人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里有一个小故事 这个小故事很有意思 有一次呢 这个神宗皇帝啊 见到王安石很生气 说王宰相你看一看啊 这个城里面的市民 京城的市民 这么有钱 你收他很少的税 那些普通的老百姓 那么穷愁潦倒 你还收他税 你真狠心啊 非常严肃 非常气愤 王安石听了就笑了 说哎呀 我也觉得过分 我也觉得不该这么干 但是这个官家 那时候把皇帝叫官家 官家你想一想啊 如果我对这些京城的 皇城根下 天子脚下的 这些市民税收 多了一点点 我每天上朝的路 都被他们堵了 每天就是分路啊 每天就举着小旗子 在我们办公室门口吵啊 我没法办公啊 然后您官家 您每天要出去看一看 您也出不去了 您都被拦路告状了 这个神东想一想 哎呦也是啊 朝中的这些大臣 你看起来一个个 说得那么好听 我如果向他多收一点税 我们这个改革的 每一项举措都推行不下去 你相信不相信 神东说我相信 他说没想到你 还这么变通的啊 哎 王安石说那也是不得已啊 这是没办法的事啊 所以我觉得王安石 你要说他这个 在小事上变通 那是没有的 但是在大的政治运作上 他是变通的 你比如说他对这个 大官僚的让利 是吧 对这些天子脚下的 这些市民的让利 这个就是一种妥协 那王安石为什么妥协呢 任何成功 都是妥协的成功 往往失败是因为 你一点点妥协没有 你不给人家留一点点余地 所以六相公这个形象 我觉得我们大家也要辩证地看 你不能够光脸谱画的 是吧 去看王安石 其实这个王安石啊 大家会觉得他是个宅男 口才也很不好 基本上不说话 是吧 每天沉默不语的 其实王安石这个人 口才是很好的 他只是不说 他很少说话 因为没时间说话 你看司马光给他写三四份信 他才回一份信 太忙了 做宰相 要完成这个改革大 也太忙了 所以有一次这个大臣王彦博 就在朝中 大吵大闹说 今天我去相国寺 哎呀 成何体统 成何体统啊 我们政府 我们这个大宋王朝的政府 居然在那开商店 卖什么三瓜莲藻的 卖剪刀锤子镰刀这些东西 跟那些乡下的那些妇女 一起争利 哎呀 这个脸面何在呀 体统何在 我们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啊 王安石一天也笑了 哎呀 真的不该卖 我也觉得不该卖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王彦博说 怎么说是个习惯的问题呢 你想一想啊 王安石一天 你想一想 我们政府卖酒 丢脸不丢脸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卖呢 这个酒说要占 我们全国的收入的多少啊 我们一开始卖酒 我们政府也不适应啊 我们也觉得这个不好意思 但时间长了就适应了 这个示意法规定 政府要开商店 是吧 开国营商店 开很多分店到处卖 这个赚了很多钱 上交了国库 用来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 政府的费用 作为我们的军费 慢慢就习惯了 慢慢就适应了 慢慢就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了 这个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并不像你们想象的一个事是吧 关乎到一个面子的问题 关乎到一个国体的问题 你打了败仗 你国库每年亏几千万 这个才是关系到根本的问题啊 这个文艳博被他一说 这个事儿好像也是这回事啊 没话说了 所以王安石 你别看他 好像是一个很没乐的人 他实际上这个口才也是非常好的 他这个嘴巴的这个变化 也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我们通过前面这五点分析 我们觉得就是这个王安石 为什么会让大家误解呢 就是他确实是具有双面的人格 是吧 他一方面是个大宰相 高高在上 但是同时他的类型世界 青少年的影响 他就是个草栋 是一个19岁失去父亲的一个儿子 是一个读书人 是一个全国考第四名的这样一个学霸 是一个书呆子 是一个孝子 是一个非常有情怀 是一个很小时候就差钱 然后一直想搞钱 但是呢 他搞钱呢 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有着远大的理想 建立伟大的大宋帝国的 恢复汉唐故帝 这个效法汉唐理想的 这样一个伟大的情怀 所以呢 王安石他就是这样一个 非常错综复杂的 让人不可理解的 这样一个人物 所以我想这么辩证地去看待王安石 我们就会 能够更加走进王安石 能够更加认识到 一个真实的王安石 好 今天这一讲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